十一,《太陽報》 , 2015年7月18日財經 B02港股進入大時代超過100日,儘管成交雅連續兩日不足千億元 為此及採指分別漲252點及101點,同時港會持續呈強 昨日下週時段一度高見7.7503,為5月來新高 雖然直至本週三為止一週,中國股票基金走資55.77億美元 然而七大勸商策律師看好 H股前景,預期今年底會有約20%象復 摩根史丹利一項調查顯示,投資者預期 H股會有5.4%上漲空間 昨日太爺打聖帳,此增標354點,全日帳252點,收報25415點 國子增急帳211點,全日帳101點,收報11850點 港股總成交雅連續兩日不足千億元,只有963億元 全週計,此類將513點或2.06% 扭轉過去四週跌勢,但國子全週未跌8點,為連續第五週下跌 是去年10月中以來最長跌市,不過,次及國子由7月低位至今 以分別反彈11.29%及10.64% 中港股票基金走資各類股份中,中止勸商股搶鏡 中信證券06030及海通證券06837標8.74%及7.13% 為最大象復兩隻國子成份股,內訪股同樣做好 追逐目莫過於DUJ地產03333 繼日前於4.69元有6.5億股買盤後,昨日下午開始於半小時 於4.77元再度出現6億股掛入買盤 富瑞金融表示,截至本週三為止一週 中國股票基金有獲利股盤首支55.77億美元 港股基金連續五週資金淨流出,再有1.62億美元資金外流 不過,外電綜合七大圈商策略師意見 普遍認為中資股股值相價環球股票已滴接近12年低位 預期12月底前,H股會有約20%上漲空間 國子平均了見14114點 摩根史丹利進行的調查顯示 基金經理及機構投資者認為中資股已谷底回升 當中對H股最有信心 估計國子會反彈5.4% 此則有4.1%上漲空間 當中金融股打贏科技股 成為未來12個月最受歡迎會跑贏的板塊 25,700點料有阻力招銀國際策略師蘇佩峰表示 湖中指南望突破4,000至4,100點 只會呈上落市格局 此於25,700點有阻力 不過,下半年內地經濟會好轉 經濟硬茶幣 風險下降 H股有望獲重股 值得留意是 港匯持續呈強 昨日下週時段最高見7.7503 之後略為匯遠 收報7.7506 反映資金沒有流走 港股週五早段普遍偏遠 尼程,00005報70.19元 交港低0.11元 中移00941報97.129元 低0.421元 按比例相當次下跌35點 中移004 中移001 中移121 中移001 中移001 音速盛 開罪